嗨 各位小财神 我是宝可梦 你会用Cube卡吗 虽然说我一次拿到了7张卡片 可是还是有点搞不清楚 上一次呢 我去IKEA买东西 结果结账的时候呢 用Cube卡刷 最后才发现说 它没有在指定通路里面 所以最多最多就只有拿到 1%的点数回馈 真的很可惜 早知道我就拿里程卡出来刷啦 所以今天呢 我们就来跟大家聊聊 到底Cube卡要怎么刷 才有最高的回馈 这次呢 我整理了10个妙招 除了基本权益最高3.5%点数 回馈无上限之外 其实它有在10个不同的通路 都有最高6.5%到21%的回馈 那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第一个妙招 就是全联消费最高6.5% 怎么拿呢 来这边看一下 在这个权益上面选择的是 集精选的方案 那如果你有做权益提升的部分 可以多0.5% 那你绑定在PXPay里面呢 可以再参与这一档 叫做周六满额加码 1000块钱的消费 或者是除值PXPay 你可以拿到300点的福利点 那这300点的福利点呢 每一个人呢 每一档次只能够拿一次 实体卡单日每张福利卡限领一次 然后限量45000份 全联APP会员呢 就只能够领一次 然后全部所有的人 就是15万5000份 这是国泰世瓦独家的活动 礼拜六的时候 PXPay绑定Cube卡 然后除值1000块就好了 不要使用全支付 绑定这张卡片来做全支付的 除值是没有回馈的 请你一定要用PXPay 那PXPay如果你本身 已经跟全支付做绑定的话呢 请你先解除绑定 然后来解任务 解完任务之后呢 再重新绑定上去 也是没问题的 那这边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全联APP 福利卡的除值 也是有拿到3.5%的回馈哦 这边就是刷1000块钱 拿35点的小数点 好的 你只要及时处值 就及时入账 这边就有看到 就是300点的福利点 就是30元的部分 已经拿到了第二个妙招 就是海外消费有7.5% 提醒你 切换到去旅行的方案 像旅行社 饭店 这个都符合 别忘了 权益提升之后再多0.5 所以你拿到了不是3% 而是3.5%的权益回馈 那现在他们在 第四季有做一个海外的加码活动 所以呢 你还可以再拿到3% 这个海外加码的定义很简单 你只要有被收海外交易手续费 这就一定是了 那再来就是 他的这个刷卡的地点 比如说在日本或是在韩国 那这个也是符合资格的 那最后一个累积满额 第一个就是你要做登录 10月24号 11月21号 跟12月26号可以登录 如果你10月11月没有登录到的 请你12月再来做登录 你至少要累积满1万5 才可以拿到1%的回馈 那每个人最多呢 可以拿1500 你回退一下 大概就是刷15万左右 可以拿好拿满这样子 那这一次的活动7.5%呢 你简单算一下 如果你刷15万 你可以赚到9750点的小数点 再加上1500元的刷卡金 那我这边呢 跟大家分享一个 个人的实测的第一批 第一个 像左边这边的话 我是刷hotels.com hotels.com的话呢 它是指定商户 没有问题 旅行社的部分一定有 那刚好它在10月份 hotels.com有做2%的加码 等于是刷了1万9 可以拿到5.5%的回馈 算起来就是大概是1062点 真的是蛮多的 那另外一个呢 是我刷北海道的新野度假村 它这边请款就写红西诺牙resort 为什么只有0.3呢 这很明显系统没有抓到 所以我打电话回去问银行说 怎么会只有0.3 它不是一个指定的通路吗 然后他们查询之后跟我讲说 因为它的这个hotel名字摆比较后面 所以他们系统没有侦测到 但是实际上它的确 新野度假村是海外符合资格的通路之一 所以就重新回补了这个点数给我 所以的确是有拿到3.5%的点数 11月10号的时候 我就拿到了648点 所以20251乘以3.3% 算起来是648没有错 这次我也是拿到了这个3.5%的回馈 下一个妙招 iCache自动加值10% 我们在很多的排行榜已经有跟大家分享 这个自动加值10%真的非常的好用 这个iCache自动加值呢 其实就是说 在iCache可以做支付的通路 你完全都可以使用 不论是去搭捷运 或者是在小七买东西 甚至是你在它的同一集团的指定其他通路 比如说星巴克 或者是康世美 其实都可以拿出来做结账 甚至你拿你的水电费账单 或者是你要缴的地价税的税单之类的 去小七缴 一样都是有10%的回馈 因为小七的iCache代收呢 其实是可以缴水费电费等等的行政规费 甚至税款也都有 所以这一点非常的不错 活动呢是10月1号到12月31号 所以请大家把握机会赶快 就是上车来使用 这边呢就是我自己的任务 它是9月23号入账嘛 那往前推两个月 大概我是7月份解的任务 才拿150点 刚好有拿来缴水电费账单 就刚好是大概1500左右 我也没有全部拿完 有需要用得到就解任务就好 没有用到也没有差 再来第四招 网购消费有10.5% 请你切换玩数位的方案 3% 那你有做权益升级的话呢 可以拿0.5% 所以加起来是3.5% 每个月的月初呢 可以在CubeAPP的网银做领券 那领券之后就可以拿到2%的话 那就一整个月都可以 就是拿到加码 10月有 11月有 12月也有 那记得就是月初就可以领一下 那另外这个Double Day加码的部分 每个人都多5% 10月份可以加码1000点 11月份加码2000点 12月份加码1000点 所以你回退一下 1000除以5% 大概就是可以刷2万块钱左右 所以这个很不错 可以在PC Home 蝦皮购物这两个通路 每一个月呢 都可以刷2万块到4万块左右 可以拿到最高就是2000到4000 11月11号也错过了 没关系 12月12号还有一档 所以你也可以刷2万块 拿到2100点的小数点 那现在还算下最后一档 就是在双12 然后呢 你可以在PC Home或者是蝦皮 刷最高2万块钱 可以拿到2100 两个通路各刷2万 就可以拿到4200 这边可以看到就是 刷了2万块钱拿2100 那11月11号的话呢 我没有4万块刷满 我大概刷个2万5而已 那拿到2700点 那第三个 这个是蝦皮 我刷了10175 然后拿到1069点 所以这些点数加起来 算一算 大概也有五六千点 所以其实是蛮惊人的 如果你善用这些活动来 这个参加活动 来累积点数的话 其实你的点数 大概很快就会破万点 然后你拿来换里程 其实都是很划算的 妙招5 这个交通通路10.5% 请你把卡片权益 转换到基金选 权益记得提升 那就可以拿到至少多0.5 就是3.5% 在这个APP里面 做领券加码 但是因为这份券呢 只有15万份 那活动从8月15号开始的话呢 其实已经被领完了 11月15号的时候 已经被领取一空了 现在去领券的话呢 就拿不到回馈了 所以请大家就是 有活动的时候呢 及早登入及早领券 另外这个5%的刷卡机呢 很简单 它是需要做额外登录的部分 那8月25号 9月26号 10月24 11月21号 跟12月26号 都可以做登录 那目前呢 11月的已经额满了 所以请大家把握 12月16号 下午4点开始呢 就可以做登录了 那有登到的话呢 每个月就可以多500 一个月如果刷 1万块的加油油钱的话 你可以拿到 550点的小数点 跟500元刷卡机 那这边的话呢 是我自己的实测 我在中油的直营店 然后在制作加油那边 做每公升降0.8 那机车加油的话 就是91块钱 然后就可以拿到3.5% 就是3点 那如果是买高铁票的话呢 在高铁官网 直接刷Cube卡 也是有回馈的 670可以拿到的是 3.5%回馈 算一下大概就是23点 第六招 数位串流11.5% 这个提供给 喜欢在Apple媒体服务 或者Google Play Disney Plus Netflix Spotty Falcon KKbox KKTV上面 去使用的人 你一定要参考 把你的权益回馈 转换到完数位 那记得做权益升级 可以拿到3.5% 别忘了领券 这个整个活动期间 就是10月1号到12月31号 你可以拿到900点的小数点加码 所以回退一下 900除以8% 算出来就是11250 你可以在10月到12月 这三个月里面 只要上述指定通路 刷11250元 你就可以拿到1294点的小数点 提醒大家好 这个Apple媒体服务的话 不包含Apple Store的交易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不能够拿来买 Apple的手机或者是平板 这个是不符合规则的 好 活动期间你只要领取一次就可以了 那么你就可以去进行刷卡 就可以拿到这个回馈了 游戏平台11.7% 因为游戏平台并不在 这个玩数位的权益里面 我会建议大家就是 如果都不在上述权益里面 那么你要刷卡的话 请你把它转换到玩数位 你只要有做这个权益提升 其实在玩数位的这个项目里面 所有的消费基本都有一% 使用玩数位方案 并且权益升级的话 你就可以拿到刷卡金额的一% 这一次的领券加码 给的是10.7% 这一季的活动呢 10月1号到12月31号 你可以拿到900点的加码 所以900除以10.7 算出来是8411 有哪些 其实都是有回馈的 下一个 第八招 小七消费12.5% 请你把你的卡片权益 转换到集精选之后呢 把你的Cube卡 绑定进去Open钱包 那绑定进去Open钱包之后呢 只要在小七的通路做消费 就可以有至少有3% 那有权益提升再多0.5 所以最高就是3.5%的回馈 那这一次的活动呢 请你要做领券加码 它有两波 10月26号到11月30号呢 是第一波 第二波是12月1号到12月31号 那第一波得满了 那请大家关注的是 12月1号下午4点的这一波 也记得要去登录到 那有登录到之后呢 你只要在超商单笔 满200元以上的消费 你就可以拿到9%的OpenPoints 点数回馈 最简单的做法呢 就是在行动随时取 里面去买东西 然后用Open钱包结账 是符合资格的 那甚至我把它拿来买 云端开心卡的部分 也是有回馈的 至少我的刷卡 都是用这种方式解的 你不见得一定要去 实体现场刷 但是呢 你在现场去购买 这个实体开心卡 也是符合资格的 每一波可以刷5555元 那你就可以拿到 194点的小数点 再加上500点的OpenPoints点数 那我这边呢 有我自己就是之前解任务的截图 刷了3600 我用Cube卡的基金选 然后呢 拿到的回馈是什么 这个是3.5%的回馈 所以3600乘以3.5% 算起来就是126点 除此之外呢 这个Open钱包第三季 国泰斯瓦卡回馈500 那再来 第九招 是全家消费 也有12.5% 转换你的权益到 基金选的方案 那么有搭配权益升级 就是多0.5 这样加起来就是有3.5% 登陆这一次的活动呢 可以再拿到9%的回馈 那每一档 可以拿300点的小数点 所以你回退 大概是刷3333元 就符合资格了 那提醒你 它的单笔消费 在全家是一定要有200元的 因为全家它其实没有推出这种礼物卡的活动 所以你不太能够 就是用那种 处值的方式去解任务 那我的做法很简单 就是我买了咖啡 那咖啡呢 到时候就可以送粉丝 所以它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 大家如果有参加我们的积分活动 你也可以来兑换咖啡 因为我咖啡非常的多 都为大家准备好了 这一次的活动呢 档次一定要有两波 10月26号到11月30号为一波 那下一波呢 是12月1号到12月31号 也特别提醒你 12月1号下午4点开放登陆 请你一定要去抢 那每一个波段的期间 限量只有2万名 可能一瞬间就没了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 赶快来做登陆 两档都有参加到活动的话呢 你最高可以拿到 加码的600点小数点 每一波呢 可以刷3333元 最多可以拿到417点的小数点 两档都有参加的话 那你就最高就是拿到834点 这边是我在店铺结账 那这边呢 刷了3600呢 过了两天左右入账了 拿到3.5%的回馈 所以这完全没有问题 在全家消费的话 请你一定要把Cube卡 把定在FemiPay里面 才拿得到回馈 最后一招 第十招是iCash Pay的指定通路 最高有21%回馈 这个要怎么取得呢 请你转换到玩数位的方案 权益有座升起的话 就是1% 如果你没有升起 只有0.3 那再搭配两个活动 第一个活动叫做 Cube iCash卡的10%加码 第二个活动是 国泰四华卡的加码 如果你要办的话 请你一定要办 有iCash功能的 也就是说 如果你办的是悠悠卡 或者是什么都没有的 那你可能这个活动拿不到20% 你只能拿到一半的10% 所以就会蛮可惜的 那活动期间是10月1号到12月31号 我们先看第一个iCash卡的加码10% 限定Cube iCash卡 那你活动期间只要登录一次 就可以拿到这些回馈了 请你及早登录 及早解任务 你在游戏规则里面有看到 它可以除值云端开心卡的实体卡 跟星帕克除值 第一个活动要怎么解任务 很简单 你可以去小7 跟他讲说 我要买这个云端开心卡的实体卡 那么最低的除值金额 好像是50或100 你就可以依据你要的金额除值进去 那除值进去之后呢 你这个云端开心卡 你也可以把它除值到你的OpenPointAPP里面 那等于是一个 接着是云端卡的这个功能 那你也可以送给其他的亲友 我觉得这个是很不错的 那如果你比较常去星巴克买东西 你也可以拿去除值星巴克 iCash Pay的所有通路里面呢 都符合资格 所以这个不错 第二个国泰式华卡的加码10%呢 因为国泰式华的信用卡 也包含Cube iCash卡 所以你也可以用iCash卡来结任务 所以就可以做combo了 那这个期间呢 只要登录一次之后呢 就符合资格 你可以在六大指定通路 同一时代百货 高雄梦时代 康世美实体门市 康世美网购 跟伯克莱网路书店 跟同一超商实体门市 所以你有发现 这两个10%的重叠 是在哪一个地方 就是7-11的实体通路 那怎么结任务呢 最简单 就是去实体的店铺 跟他买开心卡的实体卡 那你就可以除值 1000块 2000块 3000块 4000块 就符合资格了 国泰式华卡加码的10% 这个东西呢 它是每个月累计消费 满2000给200 4000块 给400 所以请你每个月 解任务 最好就是以2000元为单位 除值一次 就比如说 1000块两张 或者是1000块除4张 那你这个月的任务 就结完了 那你买的这些实体开心卡 你也可以把它除值 进去你的 OpenPoint钱包里面 那你就可以扫码 在其他的同路消费 而不是只限于在小7 所以这个就非常非常的好用 那这边的话呢 是我自己的这个解任务 提供给你参考 iCash Pay 在统一超商 搭配完数位 是有一%点数回馈的 我们要来推荐大家的就是 到底要怎么用 才是最大化自己利益的 一边我知道 就是大家都不喜欢用这种 什么烧脑卡 这种卡片就是 没有切完全意 全力错了 就啥屁都没有 这其实蛮令人觉得追星的 像我就犯过这样的错误 那我会建议大家 就是除了这张主力卡之外呢 你可以再搭配不同的信用卡 然后一样 可以拿到一个 全方位的卡片的卡组 第一个 如果你是现金回馈的话呢 我会推荐你两张卡片 Cube卡 再跟永峰大物卡 一起做结合 那你可以以现金回馈来做处理 怎么说呢 果然斯瓦Cube卡的小数点呢 它其实可以 折抵账上的金额 所以你账上只要有小数点 你都可以折抵账单消费 几乎等于是现金回馈 Cube卡厉害的地方是 它不定时会有加码 2% 3% 5% 10%的活动 所以你只要多多善用 这些活动领券来做活动加码 你可以赚到的点数 其实比你想象中的多很多 在这四大指定通路以外的要怎么办 好 我就建议你可以刷永峰大户卡 它至少有国内2%海外3% 你需要跟它往来达10万元 才能够拿到上述的加码回馈 不然你就是只有国内1%海外2%比较少 那它还有一些指定通路有5%回馈 我个人觉得也不错 像旅游啊 宠物啊 还有自动加值的部分 都是有5%回馈的 它的现金回馈呢 不是刷卡机 它是白花花的存到你的帐上 它真的是可以领出来的现金 所以这个也是它蛮不错的亮点 你如果是要行动支付的话 我推荐你有两张卡片可以用 就是我们画面上看到的这个Cube卡 然后再加上J卡 那J卡的权益呢 我觉得它最厉害的地方就是 你可以绑定在LinePay里面 也有3%的点数回馈 那每个月刷25万以内 都是有3%点数回馈 那如果你是直接刷这张卡片 也有2% 那一个月就可以刷50万 所以你就可以稍微去调配一下 在国泰斯瓦Cube卡 没有回馈的部分 你就用这张卡片 你也可以拿到比较高的回馈 第三个卡组 在这里 好 这是Cube卡在跟我的HSBC的旅人卡 来做配合 Cube卡其实也可以拿来换里程 那甚至呢 它的3.5%以上回馈的这些点数呢 其实你换算成 华航里程或是长荣的里程 或者是国泰航空的里程 其实都蛮有吸引力的 所以大概都是6到8元就一里 所以这个都是比一般刷HSBC旅人卡 国内18元一里还要好 所以我就会建议 四大指定通路里面所有的优惠 如果是有的 就优先刷Cube卡 那如果没有的话呢 你就用这一张HSBC旅人卡来做补足 其实这样子 是可以最大化自己利益的 旅人无限卡 它是有要缴缴年费的 它的年费是8000元 如果你自己每年刷卡的金额 没有超过50万的话呢 我觉得这张卡片可能不适合你 因为你的权益可能拿不回来 那旅游积分跟小数点一样都是三年的有效期限 旅人无限卡 它还有送你每一年有4次的机场接送 跟8次的机场贵宾室 然后记得要用还用满 然后这样子你就会回本了 来 就是这三张卡片 这是Cube卡 然后还有美国运通的千丈百金卡 然后还有这个世界卡 国泰数法的世界卡 你需要有年收300万才办得下来 或者是分行邀请你就可以申办 然后是首年免年费的 那你怎样才能够减免一年的2万块年费呢 很简单 你只要一年刷40万 就可以减免1万块年费 一年刷80万就可以减免全额的年费 国泰数法的世界卡 其实是他们全行所有的信用卡一起计算累积消费的金额 你用Cube卡刷卡累积的这些高额点数回馈的这些刷卡消费 都算在世界卡的头上 所以对于我来讲 我就觉得一年刷80万好像还可以 那世界卡有什么优惠呢 其实你可以拿来吃指定餐厅两人五折 这些都很不错我都去吃过了 像汉兰名人坊 他的忠孝馆 然后还有他的世贸馆 我都去吃过了 很好吃 那君悦的云景中餐厅跟宝爱中西餐厅呢 其实也是很棒的 元气的话呢 就是有香功跟伊布希 都是他的配合自列 这都是我个人认为值得去吃的 那美国运动签帐白金卡呢 这个就不用讲了 其实我这半年都是一直不断的跟大家分享 我去哪里吃了什么 去住了什么 这张卡片呢真的是会用 用的多的就一定会回本了 虽然说他的年费是36800不可截免很贵 但是呢 你只要肯吃肯玩就可以回来了 我新饭店两人五折 我最常去吃的 金华 君悦 美孚 跟老爷 两个人去吃 大概都是每一餐都可以省下 大概2000元 可以 那指定住宿部分平假日 都还有早餐是3300 比如说台北金华 台中日月前期跟台南静音 那甚至还有韩碧楼的房型升等什么的 这些我们其实都有做影片跟大家介绍过 真的是很好用 那最后呢 我们的结论 还是要跟大家做个总结 卡片权益其实是死的 但是你的脑筋应该要是活的 我虽然说有500多张卡片 但是我也不是每一张都会用 不过呢 这一次的Cube卡呢 的确让我的卡组重新洗牌了 包括Cube卡再搭配旅人卡 或者是Cube卡再搭配那些吃饭的餐厅的卡片 这样子我出去用 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所以也是把我个人的研究心得提供给大家参考 那在最后呢 这边的十大妙招里面呢 我在左边这边有下这个红色的推呢 就是我个人很常用 也很推荐你用的 海外消费7.5% iCash自动加值10%拿来做缴费很好用 那再来网购10.5%也很好用 交通我目前的加油 全部都是优先用这个拿10.5% 那还有7-11跟全家的消费 一律也是用这张卡片 那还有iCash配的21%的回馈 也是我每一档活动一定会去做的 也希望我们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 如果你身边也有朋友也在使用Cube卡的 非常欢迎你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他们 让他们一起来学习 透过Cube卡来省钱赚点数 然后换里程飞出国 这个很不错的用法 我是宝可梦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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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